看看新闻网 在花店里拍拍戏 是再简单不过的一天了 显然张艺对小情侣间的 节日爱情有点嗤之一鼻 但对该去的另一位男主角 李纯来说 七夕可是个大日子 因为她和张新宇的恋情 正是去年七夕节公之于众 看班当天 李纯并未出现在剧组 原以为她偷溜出去陪女友 谁知道人家跑到武汉 参加商业活动去了 七夕节忙着捞惊 难怪张新宇会在微博上吐槽 七夕节快乐 牛郎和织女见面了 我的在哪儿 李纯的缺席让女朋友颇为无奈 但在好友张艺的眼中 李纯和张新宇绝对是幸福的一对 我现在觉得特别好一点 就是陈他已经在幸福 然后我是忠心的为他高兴 陈到了今天 他经过了千山万水 千南万险 终于他走到了今天 不容易 行李线线 威海采报报道 今天就会会讲到今天